主料,毛豆50克,丝瓜400克,辅料,油,盐,蒜,红椒,海添蚝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将丝皮削皮洗净,丝瓜从中间切开,切成菱形长条,蒜用刀碳碎,锅内放油后,放入蒜和红椒爆浆,加入洗净的毛豆快炒,将毛豆翻炒的鸡成熟,加入了丝瓜翻炒, 倒少许蚝油,将少许水,不用加盖将丝瓜炒熟,后加少许,食盐调味出锅即可,烹饭技巧,Tips毛豆要先下锅炒,因为比丝瓜熟的慢,丝瓜虽然含水量大,但是不加盖水分会发坏,所以要学大家一些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